淹嘴跟蕭萊 送走一起兩顆 累 這樣幾個小時啊 累 大概八個小時有吧 我是看到水泥地 我躺在地上哭耶 OK 好 那另外照明裝備呢 都是用頭燈 因為在山上沒有路燈嘛 我們必須要空出兩隻手 做事的同時 又必須要有燈源 我們就會把它帶在頭上 對 然後 不管是什麼樣的行程 可是如果說我沒有要 跨兩天的話 我只要一天了 或是半天了 還是戴著 對 其實還是要戴 你永遠不知道 你會不會順利的下山 是 我覺得還是戴著 因為它不佔空間也不重啊 對 這一顆36公克而已 對啊 那OK 戴著戴著 戴著戴著戴著 然後使用上也方便就對了 對 對 對 戴在頭上點就可以使用 然後你可以設定它 在你的視線的位置 那另外我想問一下 垃圾帶是垃圾不落地的概念嗎 要戴是不是 對 當然我們上山要遵守一個 五魂三年的原則 你可以準備一些垃圾帶 然後垃圾帶 除了小的垃圾帶之外 你可以帶一個很大的垃圾帶 就是當你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把自己套起來 隔絕風跟水的侵擾 你就不會失溫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可以靠 求生紙 這個叫什麼 求生紙 對 它打開是一張 可以打開給我們看嗎 可以啊 所以千合你也會戴這個啊 這個我們會戴 一定要戴 然後我還會自己就是因為 也會戴像這種小夾鏈帶 因為女生你還是會上廁所 需要用到衛生紙 我們會把它放在像這樣夾鏈帶裡面 然後就是帶回去丟 我們不會丟在山上 這樣子 甚至連水果的果皮啊 也不行 紙啊都要帶走 因為它不是屬於那一座山 沒錯 不行 它不是那一座山的水果 對對對 那像這個是求生紙 求生紙 真的薄薄 像是像洗鍋紙吧 沒錯沒錯 那其實你可以看一些災難片 就是當主角被救出來 坐在救護車後面包的這個 那你就是趕快把它 對 還能這樣包起來 就可以 馬上 對 然後它是防風跟防水的效果 它頭這樣就對你是不是 對 然後銀色的可以反射 身體產生的那個 尾紅外線 就是反射輻射熱 熱 對 我還想說這樣比較容易可以看到 那我覺得也是啦 我現在湊起來就覺得滿溫暖的 因為是這邊有點冷 對 因為我們攝影棚裡面確實是冷 對 所以這樣至少就可以保護自己 不會失溫 對 那這個在戶外用品件買 也不會臨時吧 會那個嗎 會滲透過去嗎 不會 這是防水的 它一張大概八十塊一百塊而已 當然你要更隨手渴的東西 你就是用一個很大的垃圾袋 把自己靠起來 其實是一樣的效果 好 這個要帶 一定要帶 而且這個很輕 是 那另外這就是登山的計畫 你事先要先做好一些規劃 對 除了有想倒之外 其實自己本身還是要做一下 你要知道那一座山 你要去爬的山是什麼樣的狀況 要不要攀爬啦 需不需要 像我就會戴手套 OK 對 因為有的時候你需要攀爬的時候 你戴著手套真的比較不會畫傷割傷 因為有一些攀爬雖然有繩索 但是你萬一一滑的時候 你有個手套可以先保護手 而且它都會有一些釋防滑的對不對 對 可能在網路上看到YouTuber拍這一條路線的介紹完片 然後就去爬了 但他沒有做足夠的功課 然後他也不懂得設定停損點 就是比方說我們通常在規劃行程的時候 我們會抓一個預計的時間 點到點的時間 比方說你3點5點 大概要到哪裡 那如果沒有到你有一個停損點 你就要折返 不然你可能會太晚下山 是的 危險 對 那抹黑的情況下會比較難行進 對 甚至有時候你就直接走錯路這樣子 會 對 這邊我們也要請教你一下 我們三不五時 也會看到一些新聞的報導 其實他們如果去 不管是爬嬌山或是登山 看起來也不是新手啊 結果就讓人員去到那山上的時候 GPS定位找不到它 為什麼 都會很想要很趕快的找到對的路 但其實我們在講迷途的時候 有一個口訣叫STOP 那就是你先停下來 讓自己冷靜一下 它其實是STOP有四個步驟 那最重要的觀念就是你要停下腳步 然後冷靜思考跟判斷 有沒有可能找回上一個遺知點 當然你能夠找上一個遺知點 你就可能回到步道 那真的沒辦法 其實你只要停在原地 所以想辦法打電話求遠 或是等人家來找你就可以了 可是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發現到現在很多 就是去爬嬌的時候很多點 它是有畫一個那個 手機的圖案的那個地方 是不是找到那個地方 我手機就會有訊號 因為有一些 山上是沒訊號的對不對 對 沒錯 那如果你真的都沒有訊號 你可以試試看打112 112可以跨電信商 對 比方說我用中華的門號 但是我沒有收訊 但這邊可能會有遠傳的門號 我打112其實都可以通 只要有訊號就會通 對 那千和 你現在應該不算是新手了 應該不算了耶 那你算老手了嗎 中手 中手 好 那中手 你有沒有碰到過 應該說有沒有踩雷 就犯了不能犯的錯誤呢 我覺得剛開始真的不懂 就是穿著很重要 還有鞋子 這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鞋子跟衣服很重要 我第一次去爬山就是想說 就穿棉質的 戶外嘛 對啊 而且又至少吸汗吧 是不是 就是太吸汗 它沒有辦法樹排掉 你懂嗎 所以汗 衣服把汗都吸住了 那風一吹 那真的是冷 但是我也因為那一次知道就是 要買像這一種 比較快速排汗 不要吸濕排汗是這樣 對 尤其是夏天 你真的會比較舒服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鞋子 我第一次去爬是爬陽明山 然後我想說 就也是戶外嘛 就穿平常慢跑的鞋子 舒服嘛 合我的腳嘛 也不對 因為它不防滑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一次下去之後 我整邊 右邊屁股 七八天吧 而且那個滑倒是 你完全沒有 沒有任何 沒有意識到說你會滑倒 對不對 我覺得我卡丑很好 我怎麼會跌倒 那是因為鞋子害了你 還好年輕 那如果是長輩 那這一跌倒 對啊 所以真的 為蒙其力先受其害 像我媽後來就說 她也想跟人家去爬山 我跟你講 我覺得 我就馬上帶她去買登山鞋 好 那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他 比如說你是 你現在是中手嘛 你剛剛講 但是老手的時候 其實你會想要進階嗎 或是觀眾朋友 你聽一聽就覺得 我也想挑戰 比較進階版 比較高階 就是比較高難度的 那瀑圖 你這個上山下海 走過這麼多的一個點 你比較推薦的是哪些呢 這個是 和歡山群峰 就是看山景了 是不是 對這個就是 我就選了一個高海拔 比較好清淨的路線 OK 然後這個是從和歡北風的 路上拍的這樣子 喔北風 這很美耶 那邊就是 可是和歡山不是有幾個區域比較難爬嗎 它最難的其實是和歡山西風 那邊來回通常要走10到13個小時之間 這個是 這個算很高難度嗎 以百月來說其實算入門 就是以高山 3000以上的那些山頭來說 它算偏入門 車子到登山口了嗎 是嗎 車子到登山口 登頂大概只需要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喔那OK啦 對 而且可以拍到這麼美的照片喔 對啊 很多人會在那邊就是整個晚上 就可能只是在附近的停車場 或是走到山盡的一半 然後就可以拍 甚至它可以拍一些 例如說星軌的東西 哇 可以拍星空 然後可以拍銀河 對 台灣真美 那千河呢 現在千河大概 你現在爬嬌山或登山大概這樣 已經好幾年了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耶 大概就兩年多 兩年 對兩年 在疫情這一段時間的時候 是的 那你印象比較深刻 或是比較有難度的是什麼呢 淵嘴山 淵嘴山 我很驕傲 喔 是 真的因為 怎麼個驕傲法 我來看一下 就回家還可以看到媽媽 我真的覺得我很驕傲 喔 OK 好 這個是 先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是在淵嘴山的照片 這是一個路途 對 然後呢 我們的千河還帶來一段VCR 大家一起來看 現在不要想太太 就想怎麼過 瓜哥 你有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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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放低 對 對 好 有鐵的地方就抓天好 我在那邊真的是挫到 好像折返 可是我的同事們沒有要 原路回去 我們要走那邊回去 而且你也沒有路可以再往回走 因為所有的人都是同這個方向 對啊 你可以看他就是這樣 這樣是滿陡峭的 非常陡峭 一定要繩索 對 那這個都事先不必練過 就這樣挑戰了 我其實那時候是傻 就說你跨過去就過去了 是真的啊 那就真的跨了 就過去了 OK 所以你又覺得值得驕傲 很驕傲 因為真的其實也滿漂亮的啦 說真的 那那一次比較累的原因是 我們淵嘴跟燒萊 縱走一起兩顆 那滿累的 累 這樣 這樣幾個小時啊 會累 大概八個小時有吧 哇 滿長的 你知道我下山看到車 我是看到水泥地 我躺在地上哭耶 因為一直在山上走啊 然後很不舒服 我什麼時候會有正常的路 所以一到 看到柏油路 我是直接趴在地上哭 然後因為在山上 已經全部都帶頭燈了 因為天黑了 我下山已經九點了 是 對 然後其實有在路中真的 就像剛剛高手講的 我們到底走那邊 要走那邊 就不太確定這樣 但是我們後來從那一次之後 我們團員每一個人都有帶一支 可以GPS定位的手錶 手錶 你可以事先先把地圖 下載在你的手錶裡面 對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就算你看不到指標 你大概可以知道方向 好 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的登山好手 還有我們的中手 對不對 對 謝謝 進階在高手 簽合的分享 希望今天的您會愛上 這個爬山跟運動 好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非常歡迎您在我們樂火SOMACHI的 粉絲團留言 別忘記追蹤我們 訂閱我們的YT頻道 今天節目感謝收看 也謝謝兩位好朋友 謝謝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 掰掰 謝謝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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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